新中国建立后,第二天就有国家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,到现在,全球有169个国家和我们建交,但在我们身边却有这么一个国家,背靠背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。 亚洲一共有48个国家,唯独只有布丹没有和中国建交,布丹和中国有三个重要的交集时间段,唐朝时,布丹隶属于吐蕃,而吐蕃又和唐朝关系最复杂,打打合合,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先后嫁入吐蕃,增强了两国之间的关系。 唐高宗继位后,吐蕃成为大唐的附属国,吐蕃国王要经过唐王的册封,公元649年,高宗册封送赞干部为服务都尉,西海郡王。 唐朝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吐蕃间接统治,新当选的吐蕃赞谱要经过唐朝的册封才算是合法的。 安史之乱后,唐朝所向衰弱,吐蕃也趁机脱离唐朝控制,甚至出兵攻打大唐,一度攻入首都长安,被郭子夷打败,但吐蕃势力依然影响着隆右、建南地区。 唐后期和宋朝,吐蕃和我国一般都是敌对关系,但还没有到真正能威胁中原的地步。 宋朝和辽、金、西夏、蒙古打了几百年的仗,吐蕃也没敢轻易造辞。 宋朝灭掉吐蕃的能力还是有的,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王朝,当时的蒙古帝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无人能及,大半个地球都被征服。 吐蕃在蒙古眼里就是一只蚊子那样弱小,但有大片草原能给骑兵的战马提供修养场所和草料,所以吐蕃就成了元朝的地盘,是地盘不是附属国。 那时布丹归吐蕃馆,吐蕃归西藏馆,西藏归宣政院馆,宣政院是元政府的一个地方机构,所以布丹也就是元朝的一部分了。 清朝后期中国面临内忧外患,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造成大清摇摇欲坠,西藏自然就独立出去了,吐蕃瓦解,布丹也就成了分属国家。 1669年,布丹和当时的西藏发生几十年的战争,雍正八年,清朝派人调停了这两家的战事,但此时的布丹还是中国的分属国。 1772年,乾隆37年,英国入侵布丹,1865年,清同治四年,英国逼迫布丹签订了新楚拉条约,布丹脱离大清朝沦为英国殖民地,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割让给英国,直到1990年,英国才退出在布丹的统治。 然而布丹并没有摆脱被人控制的命运,走了英国,印度就继承了英国的任务。 我们知道,印度给英国当了几百年的奴才,布丹和印度接长,面积小,人口少,国家不发达,很容易被印度控制。 布丹的外交也很困难,先前需要得到英国许可,后来包括现在和谁建交都要得到印度的点头。 布丹于1971年加入联合国,只和很少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,五大常任理事国都没有和布丹建交。 在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和入常问题上,布丹投了中国一票,极力支持中国在联合国中的重要地位。 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,布丹历来坚持一个中国的态度,反对和谴责任何形式的分裂和恐怖行为。 布丹王国的意思就是西藏的边陲,又称为神龙之国,崇尚龙文化,国旗和国徽都有龙图案, 这和中国很相似,因为我们是龙的传人。 除了龙,布丹人还格外崇拜一样东西,洋具。 每家每户的墙壁上都有非天洋具的图腾,随便哪个商店都有各种各样洋具物品售卖。 拥有一个非天洋具是每个布丹人的梦想。 至于布丹没有和中国建交,原因很多,相信不久的将来,布丹也会走进中国的朋友圈,因为我们是邻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